八仙的真实身份,都是民间底层人物,提到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在中国真可以说是家与户晓,富如皆知,八仙是民间所喜爱的仙人,那么,八仙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? 八仙一词,比铁拐礼等八仙的出现要早得多,最早在汉卫六朝时,就已经有了八仙一词,元氏只未尽以来,神仙家所幻想的一族仙人,与铁拐礼等八仙还没有直接的关系,现在公认的铁拐礼等八仙,大约形成于元代,但人物不尽相同,致命代吴元汉,坐八仙出处东游记,汉中礼, 蓝彩和,张国老,和仙姑,吕洞宾,谭香子,曹国旧这八仙过海的故事日渐流传,八仙人物也在流传中稳定下来,到明朝中也才确定下来,八仙人物出处不积,时代不同,最初建于史籍且却有其人的,是出圣堂时倒数知识张国,五代宋出,关于吕洞宾的仙话传说, 流传圣圣,与道教内丹修炼法的传播相删住,两宋之际及圣传中旅金丹道,金元时全真道交兴起,未回应民间信仰及传说,以宣扬其教法,将汉中礼,吕洞宾等推为北五祖,民间传说,杂剧戏谈等,便与道教神仙相互演别,八仙故事流传欲广, 内容欲丰富,还有人说,八仙既不是神,也不是仙,而是八个享有盛名的民间艺人,张国老师唐,则天时鼎鼎有名的说唱表演家,唐玄宗曾经把他照到京师演出种种法术, 汉中礼,善与鼎,是我国演唱道琴的鼻祖,韩香子擅长吹响,曹国舅据说是一个屡试不地的秀才,后来沦落为,专替民间婚丧喜庆行礼的书生,铁拐里是云游四方的艺人,吕洞宾在唐贵昌年间两举近视不地,浪游江湖,是个善于编写说唱词的艺术家,蓝彩和,长川破蓝山, 手持大拍板,周游天下,原杂剧称,他是个优秀的戏剧演员,和仙姑,据说是从宫廷逃出的歌迹名领,八个艺人,都有高超的技艺,顾被欲为八仙,当然,这只是一种说话。